在江湖中长齐 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持有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 我是胡玉清 在这期节目中 我们将给大家带来 王称期段的介绍 这选才于今年 他刚刚结束的 成一杯三番棋决赛 他和白宝翔的对局 应该说王称和白宝翔 都是近些年成绩非常好的 业余顶尖骑手 让我们看一下 他们俩的碰撞 会产生怎样的火花 成一杯与2017年10月底 在上海进行 这是三番棋的第二局 第一局王称直白赢了半目 这盘棋交换完黑白以后 双方进行了第二局的争夺 这两人 王称和白宝翔的棋风 应该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接近的 两人都是关子型的棋手 前半盘非常平稳 都比较稳 而相对来说 白宝更稳一点 而王称的棋更注重实地 而白宝的棋注重 对棋的一个理解 在很多地方相似的同时 也有一些不同 大家可以看出 我们通过这次江湖青台的节目 刚开始我们在讲 上世纪90年代的棋的时候 大多数其实都是小飞 随后21世纪初开始大飞 因为小飞怕拖啊 怕碰啊 改成大飞比较多 然后到了2010年以开始 这两个都有 而现在进入到今年跟去年的时候 这时候其实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为什么呢 这主要是受到了阿发狗的一个影响 阿发狗是 他认为手脚这个是最佳的位置 走这个的话 白驰有这个靠和这个碰的两个手段 走这个的话白驰会碰 而这个是兼顾了事与地的一个兼合 所以他认为这个手脚 才是最佳的一个手脚方式 而我们之前的节目曾经也介绍过 王称曾经是一名非常非常刻苦的骑手 他几乎所有的骑谱都看过 尤其最新鲜的骑谱 他肯定是都非常有研究 所以下的骑都非常非常时尚吧 非常自有潮流意识 白驰高挂 拖 退 在我印象中 白驰很少下这样的一个变化 除非方向特别好的情况下 他才会这么下 而在一般情况 他基本上都是会选择简明 白驰的骑是比较简明 然后注重对大局的一个掌控 所以我白驰虎 这时按照以往的理论 黑驰跳几乎是直辞一手 随后也有人改成拆二条 但这个大同小异 但现在我前段时间刚刚听说 某位职业高手对这个骑理解 他认为这部驰已经是一部恶手 不够积极 那么现在的维持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黑驰有哪些可以选择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展开研究一下 首先最近比较联游型的是这部点 最早出现这部点的时候 认为这是部骗招 白驰假设尖的话 那黑驰就可以很得意的飞驰 白驰如果加 大飞黑驰就加 走这个的话黑驰也加 这样的话确实白驰不太便宜 打吃粘 即使黑驰小飞一个 这白驰也有所尴尬 补一个的话过于缓 如果不补的话 黑驰将来贴出来的话 还是非常严厉 白驰很想靠 但靠的话黑驰会团 长 这几乎是必然的 接下来白驰力也是好手 脚上让黑驰不活 但这个时候黑驰有这样一个手段 靠 走 飞 在我看来这里面的变化 应该说还是非常复杂的 但早有高手们给我们得出个定论 是这个白驰不行 不行的原因是里面对杀 白驰慢一气 这个结论我刚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是匪夷所思的 对这个 这里在我看来变化还非常多 但其实说明现在的围驰研究 已经到了非常深的程度 对里面的变化 脂膀都已经摆清楚了 所以他们得出结论 走成这样被黑驰靠了一飞 这其白驰已经是不行了 确实从这个对驰的理解来讲 白驰确实也有些勉强 所以往倒推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 被黑驰走成这样的时候 白驰好像这个局部 已经是很困难了 走这个就是认亏 而走这个的话 我们刚才强调的一个关键 就立完以后 黑驰这个驰是紧凑的一手 白驰只能走这 走这被黑驰一反扳 更厚 而扳这个呢 是帮黑驰再加厚 走这个黑驰一照 白驰苦战 这我觉得要完全搞清楚 怎么样快一次 我们这个一期节目 所有摆在这里的时间都不够 但我们可以记下结论 尤其走成这样的话 总是黑驰比较主动的一方 那么点的话 以前的破解手法是怎么样的 以前的破解手法是力 黑驰跳 白驰走这个 然后说黑驰不能拖 拖白驰如果扳的话 是白驰上当 因为黑驰有一段 这白驰比较头疼 不好对付 所以白驰只需要忍进一退 这布局的时候 黑驰都跑到二路三路去 这样的话 白驰明显满意 黑驰全局实地不多 但白驰这一道后 是对全局的辐射非常厉害 黑驰最佳的下法是碰这个 白驰如果扳的话 黑驰一断 就还原了 白驰只需要力 走这个 布朗驰认为 这样是白驰还可以的一个图 但现在的理解不一样 实际上现在黑驰理解 黑驰就是走这个 就逼一个 白驰跳 他认为这两手交换 不一定吃亏 仅仅看着是木数损了 但将来黑驰有 飞点的一个手法 黑驰将来跳完以后 这一飞点很舒服 他觉得这两手机的交换 不一定亏 更重要的是 黑驰现在渐渐把这手机 改在了这里 点完以后 黑驰飞完 还可以刺 还有飞 各种各样利用 所以觉得这个图不见得差 白驰如果走这个图的话 黑驰里面变化 就比较复杂 黑驰有飞 白驰靠 黑驰冲断 打吃 再打吃 提 沾 这里面有各种变化 比如说黑驰先提节 再打吃 杀器也有 单段也有 黑驰搬了一家都有 各种各样的手法 里面变化还是很复杂 但总体来说 觉得黑驰可占 所以白驰如果变化 搞不清的话 我建议这手驰 尤其黑驰在飞的位置 的情况下 这手驰还是剩下 白驰可能走这个 黑驰走一个 白驰跳一个 这可能是正常一个两分的定势 或这样 其实也是差不多 而黑驰对于这里 白驰走这个的话 黑驰走这个的话 白驰估计就会走这个 由于这里 对这里杀器有点关系 所以这个子的位置 应该是在 这个局部是最好的 然后白驰大致 这个或这个 这个我个人认为 有点风险 黑驰飞出或贴出 都有点风险 另外一种下法 就是科觉主唱的 拖完以后 黑驰直接点三三 看白驰硬手 再决定这么硬 白驰如果走这个 黑驰走 白驰假设斑 黑驰走 走成这样 由于这里下边 是漏风的 按照现在这个定势 黑驰走这个 然后黑驰走完这样的话 这一手棋往往会省略 尽管白驰靠下 黑驰就是斑 就没有再团断 就是斑 这就是现在 维棋的一个理念 走这一场 他就你这里 效率并不高 黑驰点 白驰沾 黑驰这一手棋 他不愿意再 和你这一手 和这一手做交换 所以现在的维棋 确实跟去年 我觉得跟去年前年 也都不一样 这一年的维棋 进步速度 真的特别快 而实战 王晨显然对这个局面 有了自己的研究 他选择这部飞驰 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下法 不愿意再低位 飞驰 白驰走这个 白驰还是霸不动 下得特别稳健 而接下来黑驰选择 点这个三三 由于阿法狗出现以后 像这个挂脚的减少频率 也减少了不少 很多招法是按照 点三三来下的 点三三成为了 现在一个新的定势 我们借这个机会 也可以简单做一个对点三三这个变化的一个研究 大致介绍吧 研究是肯定谈不上 这里面变化还很复杂 为什么现在能点三三 最基本的一个形状是阿法狗 它做了一个最根本的改变 这个改变应该说 直接导致点三三是成立的 几千年以来 我们下期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马上搬沾掉 因为觉得这个搬沾特别大 但是阿法狗不这么认为 阿法狗认为这个搬沾完 把白驰给加厚了 这个搬沾绝对是亏了 它要分头 分头从理论上白驰肯定不愿走这个 从窄的地方逼过来 黑驰将来还有搬沾先手 搬沾完斐德罗 不走的话被一断很难说 白驰假说虎的话 那这个子的效率是极低的 白驰一般都从这里 注意黑驰这骑要先爬一下 走完以后再拆这个 道理何在呢 黑驰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驰很有可能会拐这个 逼你走骑 逼你搬沾 搬沾完大家都有自己难受的地方 白驰要拐 下成这样一个定势 这样肯定是白驰好 黑驰这两个子的位置明显又亏了 随后黑驰这部尖也不得要力 往白驰后射的地方撞了上去 但白驰往这里划了一个 但综合下来感觉还是白驰亏的多一点 尤其黑驰这个搬沾把白驰撞后的程度 还是非常厉害 所以当你不走也不行 不走的话被白驰一立 这是一个典型的大猪嘴 黑驰挡 这我们只要有一定驰骑的驰友 都应该是很快就做出来了 这道死活题 白驰搬 黑驰走 白驰点 叫搬点沙 对吧 然后有的时候按照最 最以前的这个基本功译 叫搬点立沙 我们学驰的时候 老师都要让我们背这个口诀 而这个白驰拐就是对这个大猪嘴 很好的运用和拓展 逼着黑驰搬沾 白驰虎 加后 所以在这个局部下 黑驰如果立的话 被白驰一挡又是先手 这个黑驰受不了 所以黑驰 非常关键一手 其实在这拆之间先爬一下 而作为白驰来说 这个头肯定不能被搬起 只能拆 不能被搬起 只能掌 如果拆的话被搬起 这个白驰实在不太能像 不像驰了已经是 就这个黑驰拆 最主要阿法狗对这个驰的一个理解 他认为这个白驰不是后世 而是将来 首先子孝并不高 我这里的子孝 尽管爬了 尽管是走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但我每手驰都带幕 而且是你的先手脚 我拿了拾木驰 然后我这里还有可能对你保持攻势 比如说你如果拖先的话 我点 再一跳 我还能对你保持攻势 你这个不是后世 我拿了扣 但你不是后世 所以点三三 阿法狗认为是可下的 他这个观点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觉得难以理解 但渐渐的 对于通过一些不断实践以后 对这步骑 表示至少有敬畏之心 为什么说敬畏之心 因为之后的下法 确实很困难 主要是后面 罗白驰很有可能会正一个 而且这里白驰 巴勒虎仙利先手 关键是后面招法 点三三到底好不好 关键是看后面招法 至少我 我个人对点三三 这个招法是非常认可的 我觉得黑驰这个构思 应该说是相当不错 是先把实地拿了 再拿这个 而王称对这盘棋的一个设计 就是他觉得这个子在高位 位置不错 比这个低位要好 因为你这里下上边 价值非常小 我这里爬完 这个子的高位配合还相当不错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构思 所以没有选择点下面的角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阿发狗的一个几个简单定式 白驰有这个 黑驰如果搞不清的话 只能先顶 因为拖这个变化 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顶的话 也会形成两个定式 一个是白驰斑 黑驰斑 白驰也长 再长 黑驰分头 随后白驰走这个时候 黑驰有一步撕下跳 再走这个就不合适 要往高位走一个 再走这个 首先白驰这个震过来 是绝好点 随后白驰这个扳了虎 可以看成基本先手 为什么说基本先手 因为被白驰搬一下 黑驰实在是木树缩水太多 然后再拐还是先手 这个对黑驰来说是太痛苦了 拔了虎只怕能看成打吃 白驰走 正一个 那这个子的位置 就明显不在位置上 价值都不大 那肯定应该把这个子 移在上面 白驰就算如果往下面走的话 黑驰就跳一个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另外阿发狗的 他们狗和狗的 自己对战中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定式 走 再拌 吃 白驰打吃 黑驰打吃 经常 狗和狗的持续中有这样的一个 但现在这个定式 白驰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因为黑驰这个影针绝好 一旦把这个字跑出来 白驰外围有些碎 白驰当只能补这个的话 那黑驰应该说是不错的 阿发狗的一个基本定式是 他觉得这样是一个两分的形状 差不多 将来白驰补其他 补两分的形状 所以白驰实在也没有选择这个 这个其实这个拖应该是最复杂的 白驰必须要 黑驰必须要反而搞清楚这个变化 这首先这样的一个战斗 冲 走 接下来黑驰有两个选择 单段肯定不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黑驰特别像这样一个定式 高挂 白驰靠外边 黑驰走这 白驰顶 黑驰走这 白驰打驰 黑驰沾 白驰贴下 特别像这样一个定式 但区别是一般白驰下这个定式的时候 一般这有子 如果没子的话 一般认为是白驰过分 但这时黑驰多了这样一个交换 使得这个过分又不一定了 黑驰不能断 断的话被白驰一立 这个黑驰有点尴尬 黑驰大只只能沾 打吃 白驰再飞出 这个局部应该说是白驰不错的一个局面 白驰生动 黑驰可以考虑先搬 白驰搬这个 黑驰断 白驰长 这已经有一个了 白驰长 所以我记得阿发狗的一个 其实是黑驰沾这个的时候 阿发狗是飞这个 大吃 是 阿发狗和阿发狗认为 他们的狗狗的左右互搏 自我对战的对弈里面 认为这是一个两份定式 但这个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受到很多人类的一个认可 很多 大家几乎所有的骑手都认为这个定式 黑驰烧好 当然这不能称之为定式 现在确实阿发狗发明了很多定式 但这个也只能说是现在目前一个变化 大多数人类其实还喜欢这样的黑驰 觉得这个白驰太难掌握 其实人工智能创造一个定式 跟人类定式还是有一定区别 因为它的一些下法都是跟后续下法有一定连贯性 而它的一些连贯性基于一些大量计算 就目前而言人类不一定能做得到 所以很多时候人类更愿意选择 比较实在的一个蟹下巴 这样的此明显 下到后面的话明显会是黑驰好下一点 另外一个变化是黑驰断这个 断这个也会非常复杂 白驰走这个 黑驰走 黑驰搬 白驰吃 黑驰立 白驰走 黑驰站 白驰管 这形成了一个也是新一代的变化 打吃 基本上白驰得实地 黑驰得外事 将来白驰团的话 黑驰不用头疼 黑驰有一个利的一个收官的好手 收气的好手 两边都是黑驰快 没有任何味道 这个力是值得大家推荐的 你走别的都有味道 都有可能会被做成缓季节 只有力是最好 里面一点都没起 这个变化我们之前 这些变化包括点三三 所有的后面变化 包括这个点 在我们上海清一 那个超级星期四的一个 每周四的一个研究中都摆过 所以这些变化 我们都有一系列的研究 我们认为这个图 喜欢黑驰人更多一点 也可以称之为一个定式 但喜欢黑驰人更多一点 所以黑驰这不拖 只要你如果能搞清楚这些变化的话 这要拖 肯定比这个顶要好 原因是顶完以后 白驰搬了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白驰会脱鲜 而这个时候脱鲜的话 黑驰可能搬出 搬出的严厉性 要大于这个打出的严厉性 所以能拖的时候就尽量拖 但你如果搞不清变化的话 我建议黑驰顶了一般 也亏的不多 所以这个点三三 将肯定是成为 目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吧 很多骑手都在这里 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研究 当然王称肯定是不意外 他的用功程度是 我们一再强调 他用功确实非常用功 他在这里的一些变化 肯定是烂熟于胸 实际点 把这扳 实际上 白宝也觉得这次 也没有什么怕的 走这个 这和我们刚才摆的一模一样 这次白宝马上就抢了这个阵 这确实也是局面的一个关键点 关键点 如果不走的话 被黑驰点了一走 这块驰确实有些局促 白驰这么多子一木驰都没有 而成为黑驰的攻击对象 而且本身这两个子也有价值 正 黑驰一跳 白驰实战一飞 白宝说他这步棋其实堵了一下 他认为这骑白驰应该先刺一下 黑驰沾 再走这个 这样才能下车实战这样一个结果 白宝先锁了一个 黑驰打入 他再刺 其实这骑是有危险的 他认为黑驰这骑不应该沾 而是应该跳出反击 跳出反击 白驰冲断多刀少有些勉强 黑驰就沾 白驰就难以为止 如果长的话 黑驰冲过来 这个白驰太勉强 甚至黑驰打吃了沾 要求马上冲你 这都有可能 直战黑驰沾 这个黑驰有点缓 如果跳的话 白驰说他打算就这么下 白驰就打算这么下 他觉得这也是一盘乱战棋 也很难讲水好 但他觉得 他说看到过普招 是白驰先飞刺以后再飞 我估计王车也打过这盘普 所以白驰飞的时候 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就把这个给沾了 实际上压 白驰这时就要灵活 不能再走这个了 再有这个 黑驰冲完 甚至单搬 走沾 白驰假设搬一下 黑驰走这个 尽管这个局部来说差不多 但如果从全局来看 黑驰这块本来是 沽起的 起一下子都变强了 而白驰这位收获也不大 这个图白驰不太能接受 我们可以和实战图 进行个对比 实战白驰走这个 黑驰跳 黑驰不可能走这个 走这个的话被白驰一顶 黑驰走这个 这木树差的不少 这样的话能下成这样 而这个还差挺多的 而且白驰有可能会尖你一下 再顶 这从木树角度讲还差挺多的 而且只要白驰这一后 往这逼过来 将来这里一带白驰都有先手 因为黑驰这块子还很薄 我们刚才强调白驰搬了一虎是先手 下面几乎都没有眼 所以一旦攻过来 白驰这一旦后市攻过来的话 这里都一群看不见先手 那这块模样还是非常壮观的 所以黑驰实战点 逼白驰定型 要抢一个先手 白驰如果冲断的话 黑驰就能抢到先手 黑驰肯定就吃脚 白驰吃 提 因为先手价值还非常大 因为下边这个拆边的价值 也是个超级大场 所以实战白驰不肯 白驰要抢先手 走这样 黑驰尖顶 我当时初一看的话 看齐的时候 我认为我问他们这期是不是觉得那个白驰便宜了 黑驰便宜了 因为黑驰本身这块是块估计 通过这样一个联络以后变厚了 然后两位对击者都给我了一个否定的态度 王冲认为这个局面应该是两分 白驰认为这里应该是白驰稍稍得力 为什么呢 白驰做了一个分析 白驰假设这虎先手 将来白驰往这一带走棋的话 黑驰很痛苦 为什么痛苦呢 走这个 将来这个味道会非常糟 在一顶 白驰管 黑驰最强线目前只能团住 而一旦这里有骑交换的话 白驰爬出的话 黑驰瞬间就崩溃 所以基本可以看出 白驰往这一带走棋的话 黑驰大致只能这里自补一个 白驰可以随时贴毁 那如果隐藏了这个手段的话 那确实这里 黑驰确实这个形状有点薄 所以这个是他们判断 就这对局者跟旁观者还是有所不一样 对局者往往对这些手段更为重视 他更想考虑往这里的一带手机 而如果光虫这样简单定型说 我这样退 这样的话 那明显是黑驰好 所以白驰先放着不下 瞄着这个点的手段 逼住 这个逼的话之前黑驰先要刺一下再补气 这个刺一下总会不会亏 按照以前的理论 可能是觉得这不刺的话 将来还留有这个 留有打路 刺完了不一定亏 但现在基本认为只要能刺到 对头这里有帮助的话 这刺到一下的价值还非常大 随后这时白驰就有几个选择 一个是先追求这里的几个价值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显然是个超级大场 而白宝翔当时觉得形势应该是不错的 觉得这一手棋应该说是更正常一点 首先打第二 还有各种各样对脚上施展手段的一个办法 而作为黑驰来讲 肯定没有办法再硬了 如果什么在这顶一个防守 这个那就不太是棋了 那再给白驰从这里弄过来 那肯定这棋黑驰就 机会就很渺茫了 你如果下棋就跟着别人屁股后面下 别人走到哪 你硬到哪 那这棋肯定不太行 白走 往这这里打吃 一般 把这个毛病补了 这手棋本身也有一手价值非常大 看上去很小 但实际上把这里的隐患全消除了 所以既然黑驰在这补的话 那白驰肯定要在你这亮招了 如果没有招的话 那这个手脚比正好多了 像这样的一个手脚 白驰第一感就正 而这样呢 白驰可以靠 可以点 碰也有 这样的一个手段 白驰就是想往这里点 这形成了一个中盘战 当时白驰是觉得 这局面应该说是挺乐观的 因为接下来 黑驰 它的预想图是这样 然后沾 然后被白驰一飞 然后我就当时白驰问问他 你觉得这么下可能吗 他也笑了 他说这个确实是 把对手想得太臭了 果然实际 黑驰就是马上进行了反击 王城马上反击 挡 拐住 逼他冲断 如果挡这样的活驰的话 黑驰一顶或者一沾 这活驰跟高驰 白驰这一旦连回的话 对这块驰加后这块驰都有帮助 而如果只是活在脚上的话 势必碰伤这个和这里 他不愿意 白驰冲 断 驰 这里大家就形成了一个杀器 先搬 然后斩 这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黑驰现在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被白驰一扑 这黑驰杀不了白驰 一旦成双活的话 这黑驰外面都是破皮了 这个不行 黑驰如果立的话 白驰一断 黑驰打吃 白驰沾 这个黑驰看这样子究竟不太对了 白驰一打 黑驰如果跑 白驰吃 随时白驰这下还可以蹲掉 局部已经死了 这再一加 这个白驰肯定不行 黑驰肯定不行 所以黑驰一方面必须要紧住气 然后这个班又不成立 那只剩下这个打一招了 现在这两名其手 局部的基本功都非常扎实 现在接下来就毫无疑问会形成一个打结 首先白驰直接打结 黑驰提结 白驰如果吃的话 黑驰很有可能会选择这个 很有可能这样的话 白驰收获并不大 况且即使跑的话 这个结也要动点脑筋 另外一个就是白驰唯一的办法是先搬这个 等黑驰立的话 白驰再走这个 黑驰提 白驰打吃 黑驰摘 白驰打吃 白驰搬了一壶 王称认为 白驰应该选择这个图 白驰立一个 立一个 黑驰断 白驰吃 黑驰提 王称认为白驰应该选择这个打结 他可能觉得更担心点 但白驰对这个完全不认可 他认为这个结 即使白驰打赢了 黑驰这提两下也是先手 这对这一代的战斗实在差太多 黑驰很有可能往这里走过来 黑驰找结的话就找这样的结 有一道后势顶着这个 这他认为这气也不好 将来黑驰随便中央成一点 白驰就得不偿失 所以他不认可 王称认为的对白驰这部家有一点问题的下法 他认为让他继续再下的话也会继续加 然后我们看一下白驰的构思 白驰加这个确实局不好期 因为黑驰将来这个结打完以后 这两下也消不掉了 这两下就走不着了 这后薄还差很多 那区别在哪呢 白驰打这些结先吃一下 再吃这个好次序 他因为是担心如果先开结的话 白驰吃这个的话吃不着了 黑驰有可能提 黑驰提黑驰再提 他可能特别担心这样一个局面 这个担心还是不无道理的 应该说白驰这一代的次序 其实每一个结材都很宝贵 他肯定是怕这个结 被黑驰遭到黑驰这样的一个反击 所以他选择先打吃一下 然后提结 黑驰提结的时候 白驰再吃这个 黑驰走这个 白驰提 黑驰这个时候 这时是绝好的结材 这个白驰只能硬 被断了的话 这一条边全没了 而且外面全碎了 沾 提 有的驰就问这个 我断一个拾步结 那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这被黑驰一立 这个损得太多 这个结黑驰就完全清了 白驰打这个 这个结多多少少有点损 走这个 白驰提 过来 下一手 白驰说它是无比纠结的一手 我们看起的时候可能不觉得 但在这个时候 白驰说它这步纠结了半天 纠结了一个是打吃这个 黑驰跑 白驰提 如果黑驰画一手提掉的话 他觉得肯定比实战要强不少 但他当时担心黑驰会长着掌结 白驰提的话 黑驰一路走过来 一旦下后了 这里有可能会省掉一手棋 这是他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纠结再三 他觉得形势还不错 就往这沾了一个 黑驰管 白驰提结 那形成了一个转换 黑驰打死三子 白驰吃了一个脚 当时这个局部的得失 我问了两位对局者 你们觉得这个得失怎么样 两个人都认为 这个局部应该差不多 但就是白驰提出 打吃这个可能性 但他是觉得担心走不着 如果打吃 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 他认为是白驰好 但他都觉得走不着的可能性太大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 白驰风险太大 像是这样的话 双方都认为这局面差不多 白驰 而白驰认为这驰 稍微白驰乐观一些 好下一点 到了黑驰这里下后了以后 因为他觉得白驰这里 但还有一些先手 全局目数差不多 白驰有些先手 应该说还不错的 实际上黑驰长 一定要开始对这个攻击 这里白驰说他想的比较少 这驰白驰应该他还是想 往这里应该想点办法 如果走这个的话再冲断 所以活在下面 他觉得这驰其实是更有意思 实际上白驰就出现了一个错误 他白驰是靠了一个 靠完以后 白驰想当然觉得这驰已经是优势了 他觉得就走这个 但现在回过头一下 他觉得这驰还是一个搅一搅黑驰 不应该走完这两个 尽管把黑驰这两个子给吃了 尽管把这黑驰这两个子给吃了 但其实黑驰这两手其收获也是非常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白驰搬了虎有先手 走完以后这里走一个 这里下面都不是墓 而现在黑驰突然长了两个子以后 这将来白驰还要随时防着 被黑驰这搬一下 这搬一下有些吃不消 白驰还要找机会立 那这里黑驰其实墓数已经增长了很多 白驰吃了这个 其实黑驰凌空这一掉 好奇 白驰依然很困惑 所以这一代 白驰由于形势对局面有些乐观 所以这里想的还是太少了 走成这样的话 应该说是黑驰比较主动 随后白驰这个力正式时机 你如果直接跑的话 白驰这一代有先手 这个病啊 这个肩安都是先手 黑驰不讨好 先倒 力完以后白驰肩顶 其实在这一代的变化 我其实十分的没看懂 黑驰实战 我们先可以现成看这个实战图 黑走一个白走这个 黑驰沾 白驰吃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转换 那这个转换我们先不谈 转换完我觉得应该是 白驰这里应该稍稍得分 但两位对职者都不认可 两位对职者觉得这驰也就差不多 白驰稍微最多稍微便宜了一点 因为加拿来黑驰还有点一下之类的下法 而黑驰毕竟把这里木树给掘了回去 尤其对两位棋手应该说 对木树的感觉应该是极其敏感的 他们觉得这样的话 觉得这里一点木树还是很关键的 所以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黑驰走这个才是最厉害的 白驰赛后坦言 他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误算 他说他这个比赛的时候 就乘一杯的时候状态确实很差 因为之前白驰成绩一直以稳定著称 而在诚一杯之前两个比赛 他总共输了八盘起 这个是非常少见的 而王称则在诚一杯之前 之前两年 我们正好也可以介绍一下两位持久成绩 在这盘比赛之前 应该说王称在诚一杯之前的一个礼拜 还是很没有信心 因为他自己说已经两年没有拿冠军了 拿了很多的亚军 然后总感觉差一点气 然后甚至因为我跟王称和跟白驰 都是非常好的朋友 王称一直跟我说 他比较担心自己的状态 觉得担心在关键棋里面 有一些心理阴影 因为知道这个五月份 就下出这个诚一杯的决赛了 白驰和王称 两位对手 两位棋手其实实力非常的接近 而且风格相似 王称一直觉得他状态不太好 尤其今年拿了很多三四个比赛的亚军 而且有两年 已经没有拿到全国业余比赛的冠军了 他很想用这个冠军来证明自己 而白驰今年的状态其实一直不错 尤其上半年状态 可到了九十月份 双方进行了一个突然的变化 白驰在一个副地缘杯和另外一个什么比赛 两个业余比赛里面 竟然输了八九盘棋 八盘棋 一个比赛输五盘 另外一个比赛输三盘 这个是在白驰的一个围棋生涯中 应该说是非常少见的 而王称的状态非常的好 在国学辈是直接夺冠了 那这样一下 此消彼长 大家都觉得王称的状态非常好 而白驰反而觉得有点压力了 从这盘棋的内容来看 确实白驰的状态不在状态 所以在这里也想跟大家谈一下 其手的一个状态 有的时候像柯杰 这个职业顶尖其实肯定有状态 柯杰状态还好的时候 感觉是无敌于天下 但状态不好的时候也会输棋 也有时会输棋 而在业余比赛里 由于平时训练不系统 业余棋手大多时候说 尤其拿我来说吧 平时可能在上海的时候 很少有机会下棋 那一出来下比赛 可能两三个月没下比赛的时候 那盘棋 那个第一个比赛 肯定是水平一塌糊涂 可经过如果连着有两三个比赛的话 下了一两个比赛 第三个比赛的时候 状态会明显的好 自己感觉自己的实力跟差 跟好的状态实力 也要差将近两个字 所以骑手状态是非常重要 如何调整状态 把状态处在最好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课题 有的时候 第一个比赛下得非常好 拿了冠军 但后面一个比赛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状态没了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何调整状态 确实值得每一个骑手去思索 不仅是职业骑手还是业余骑手 只要涉及到进气 那状态就是非常有关系的 而这盘骑 其实我们落实到骑盘上 这盘骑白骑 为什么说白宝状态不好 因为它这里出现了一个 非常搞笑的误算 白 它是以为下成这样 它想得非常的好 然后走这个 走这个 这是它的一个理想图 它是打算等黑骑走这个时候 给白骑这致命一加 白骑给予黑骑这致命一加 然后下成这样一个图 黑骑 黑骑顶 白走这个 黑骑走这个 黑骑走这个 然后白骑这正好可以打吃了一冲 把黑骑正好给吃了 这是它特别得意的一个地方 然后实战可惜 这个关键问题 是黑骑根本不会往这走 黑骑可以打吃走 再打吃走的时候 黑骑可以冲这个 这个是直接让白宝绝望的一手 白骑走这个 黑骑把这气 黑骑不会往这走起 这个走起的话 白骑甚至是打了一跳都可以 就各种下罚都没问题 但现在这个 当黑骑往这走的话 就瞬间白骑就崩溃了 白骑如果往这一带 往这逃的话 这已经解决不了问题 这已经全灭了 如果下成这样 白骑一加的话 这骑快要结束了 那白骑挖的话 白骑估计 因为王称的骑 特别特别注重一个实地 他是觉得黑骑爬 他是白骑判断 是怕他挖 窥墓 但实际上白骑认为 这骑他不可能会这么下 这样下的话 他就快要认输了 背黑骑一尝 就算做活 外面都已经不是自己 而本身白骑这里都有先手 那我就问他 你如果真的走的时候 你怎么办 他说他估计会跳这个 再想办法走这个 但实际上是非常危险 实际上黑骑走这个 其实是给了白骑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白骑不应该夹这个 夹这个看似是一部妙手 他认为其实王称 可能没有看见夹 但可惜白骑就更好了 白骑就先跳这个 这个是逼迫性的下方 如果黑骑往这走 白骑一跑 这黑骑就已经崩了 黑骑只能走这个 白骑走这个 黑骑走 白骑有一个非常简单粗暴的下方 打吃 黑骑提 白骑再打吃 这全盘没有任何相同的劫材 黑骑如果沾的话 这白骑堵 由于被扑了一下 黑骑撞紧一气 黑骑慢一气 如果打吃的话 白骑提 黑骑提 白骑提 这个图 黑骑又要自补一下 这跟实战将近差了一手起 白骑抢到先手 后往这一飞 这个白骑胜势已经不可动摇 所以这里给了白骑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但实战 白骑却没有抓住 他也主要没有看到这个这么严厉的一个手段 但局后在发现的时候 毁之万一 实战 在这个平淡的过程中 双方似乎都有误算 但却达成了一个惊人的统一 双方 妥协以后又成了旗鼓相当的一盘旗 胜负还要在后半盘进行 但在这里一带的变化其实非常精彩 尤其白骑跳完以后滚完了一打的手段 非常精彩 而黑骑其实也错失 双方各错失了一次胜机 而作为黑骑来说 走这个 白骑这时跳就来不及跳了 黑骑可以先挤 黑骑错失了这个长的一个胜机 而白骑错失了这个跳完了 有一个滚打的胜机 双方在这里也算打一个平手 加 站 白骑持 局面依然胶着 尤其双方实地的差置并没有拉开 而作为现在这个骑黑骑 全盘最大地方无疑是这个打入 随后白骑肯定要对这里进行处理 因为全盘其他大的地方就不多了 白骑靠 这又显示白骑 白宝翔功利的一个地方 如果跑的话 由于黑骑这些铁厚 黑骑拆个一 显然白骑得不偿失 对于厚的地方 想办法就让它更厚 把这个子弃了也在所不惜 这里下得很简秘 从这些招法来看 当时我是从招法来看 我是觉得白宝翔肯定是 觉得局面优势 当赛后文白宝的时候 白宝觉得这次他就觉得稍好下一点 大致也如此定型吧 王称是觉得这次还是很胶着 滚 接下来应该说是进入了王称的一个强项 他在这种收控的能力上 确实非常的强 可能王称的战斗力一般 但他在这些收控的一些 尤其对木属的一种感觉 尤其是数着木下棋的能力 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强 随后掉这个 这盘棋其实值得一提的 也是王称给我挑选的 他认为这盘棋比较好的 能反映他的一个棋风和一个状态 是他比较满意的一盘棋 实际上他就掉这个 白棋管一下 长 然后随后走这个 这一看这种 这两人就是非常有功力 都是走完以后 发现这手棋的价值非常大 而如果拉我下的话 我肯定恐怕很难发现这种地方 我觉得这个扳张比较大 打拔比较大 而白宝尝一个 他问我怎么样 我说挺大的 然后他特别得意地告诉我 他也觉得挺大的 随后黑棋跳了一个 黑棋 白棋长 黑棋把这个尖了 刚尖的时候 白宝坦言说 他这棋没看懂 然后再仔细想一想 这棋也挺大的 但他认为不如这个吼 这个吼更大 但这个差距应该是 目搜都是非常接近 就也就是一些 关于后保的一些问题 黑棋在抢到这个 双方进入到一个 都很擅长的收关阶段 就你收一个 我收一个 关子都收得很清楚 只有白棋跳 这一串应该说是 白宝认为他 这盘棋的一个半音 他走了半天 实际上是觉得 没有走到东西 他认为这次 还不如什么 顶一个沾一个 甚至或者碰一个 之类的一些下法 实际上飞一个 也要比实际上好 而走这个时候 王称这里的定型手法 值得学习 他跳 长 白棋先点出断点 一方面也坚固 一方面也在这里 隐隐约约约出了一些目鼠 白棋走 一直在跳 这一串 然后瞄着这个断 引用你虎一沾 就走了半天 白棋这里的潜力全被破了 然后随时还要被动回去的可能性 但正正的半音 可能是接下来白棋几招棋 白实际上是先沾了一个 这两个交换 其实就应该保留 黑棋有了 这手棋 对白棋这块 其实威胁要大很多 实际上白棋走这个 为了走这个以后 那如果不走的话 这里白棋完全可以用些 更狠的手段 然后黑棋在这多一个子以后 这里变化就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下一手又是白宝 比较后悔的一手棋 他认为实际上这个瞻 依然有优势意识 肯定是不可取 这棋白棋应该拼搏了 黑棋如果敢走这个的话 这个白棋有可能要跟他决一死站 如果能点刀一下的话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实际上认为这个时机 这个被黑棋 实际上这个走到以后 被黑棋贴过来 这棋已经逆转的味道 已经很浓了 相比这个白棋 这里一袋没走的东西 黑棋可每步棋 几乎都下在木上 这两个 对张莱这里点了一般 成空有帮助 而这几下又压迫了 白棋的这块空 实际上病 一方面瞄着这个窗 一方面加强自己的联络 这手棋 白棋也是白棋 比较后悔的一手棋 白棋一再强到这一串 他下的问题手太多了 当然都没有想到 他就是想 其实白棋往这连一个 也肯定要好 比把这个封段要好 他当时就是觉得 这个贴一个特别爽 走完以后 将来贴一个特别爽 但再转捏一下 这些几乎就没有木数 这实在是有点不值得 他觉得 其实他下了半天 就是为了追求 这贴一下的一个 舒服程度 但其实这里也就 增了一两木棋 肯定是吃亏了 像这个时候 又不得不提会去 那这个 从整体一串来说 白棋都没有走到东西 然后黑棋抢到先手以后 点了斑 王称认为 他点了斑以后 他已经看到了 胜利的曙光 他觉得至少 这棋已经是不差了 甚至是稍稍优势 而白宝 就觉得他不是这么认为 他觉得真正的败招 是在后面一手 白棋点这个 走这个 他认为这部 班是最后的败招 白棋 其实走这个的话 黑棋大致 也不敢拼这个 因为如果要拼这个 却需要太大的勇气 黑走这个 白走 黑走这个 几乎是要拼这个 走这个 白棋有可能冲断 黑棋一路滤下去 这样的话 就关键能不能杀死 这块白棋 况且白棋 还有这种贴之类的 周旋手段 应该说是白棋 是不怕的 而王称也表示 如果走的话 黑棋也就是这样一个 也不会反击 白棋实在搬一个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结算 他一吃 白宝认为 这加来蒙住以后 他可以全部收住 他觉得是可以满意 但实际上等走完以后 他发现完全不对了 这把自己全下薄了 而且中间 黑棋本身就没有什么潜力 黑棋本身就没有什么潜力 地方被黑棋一尖 这里先被吃一木齐 而且这里还含在别人嘴里 而本来的话 白棋这里往这靠一靠 这本身就没有什么木树 而黑棋这里 现在这里 他说认为这里至少亏了两三木齐 这个他认为真正的败招是这首班 把自己骑行下得特别恶劣 然后还给黑棋增加了木树 这个出路他认为才是真正的导致败因 本来最后这骑如果是盘灭九木的话 这里孰胜孰富还不一定 所以这一代的一个出路 直接导致这盘棋的一个败局 白宝祥认为这个收官的一个不经意的 建的一个事物 这首班还是太想当然了 而黑棋我觉得作为王称来讲 我觉得这一代的收树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把白棋都收得没有木 确实他在收官方面 尤其在这种木树的敏锐方面 确实有他独到之处 这也是王称一个技术方面的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吧 而白宝祥在这盘棋中 多多少少还显示状态有些不佳 原本中央的收树也是白宝的一个技术特点 可在这盘棋中却没有发挥 多多少少走了中间 那些都走得有点缓 而在对手又是一种强用力的逼迫下 这木树差距渐渐渐被拉开了 最后白宝祥这盘棋也是非常不走运吧 又输了一盘一点 两盘伴母输给了输了那个 成一杯的这次决赛 王称也以2比0的比分 两盘伴母非常幸运 也非常具有实力 非常说服力的 获得了这次成一杯的冠军 然后其实说到这里 我觉得这个功夫不负有信任吧 其实王称我们刚才也在强调 是非常用功的棋手 我认为在目前业余其他 中国年轻的一批 就是20多岁一批业余其手 真的非常用功 像马天放 有的时候一天三盘的对局 他下完以后也不休息 晚上还在下十秒的会计 在网络上各种对战 而王称 我经常因为比赛的时候 经常跟他住一个房间 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听到他在打谱 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依然在打谱 几乎所有的棋谱 不管是中国的棋谱 韩国的日本的 甚至日本业余女子本营坊的棋 他都能背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最近王称终于面对了一个对手 那就是唐冲哲 唐冲哲飞弹这些棋谱也看 还能看网络上的一些对战棋谱 这两个棋手 记忆力和模仿能力又特别强 所以积累的棋谱越来越多 直接展现实力 也是日积越来的提高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 可以对他们寄希望更多 他们可以把维持的水平 业余维持的水平 也许能提高到 自己更高的一个水平线 也非常感谢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对今天节目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